美國有先電視新聞網記者李利斯 在9月16日發推特說 根據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柯欣的說法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告訴他的軍隊 希望他們在2027年前有能力通過武力控制台灣 但是柯欣說 情報界目前並不認為北京已經做了決定 柯欣的說法與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亞基利諾與前任司令戴維森 2021年的評估一致 美軍參謀長 暖籍會議主席米利 去年也曾與國會討論過這個情況 當時米利說 他們的評估是根據習近平的一次談話 她要求人民解放軍加速現代化計劃 以發展攻佔台灣的實力 並將完成時間從2023年提前到2027年 當時米利也表示 她認為習近平還未有最終決定